5G无人矿山 有一个人坐在这里 然后他可以远程的去控制机器去挖矿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下热期 今天6月27日星期四 179Mbps这样子的热情网 4G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快 只有5G 哈喽我许可恩 是MWC的第二天 决定带大家去看一看华为在MWC上海的展台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毕竟都是5G嘛对不对 Let's go 一进到来华为展台 是不是你第一个可以看的就是这个 5G无人矿山 就是每个人坐在这里 然后他可以远程的去控制机器去挖矿 你可以看到现在他的手 其实是有在操控矿车的 现在画面上面其实还是实时在进行着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下热期 今天6月27日星期四 然后你可以看到时间是2点06分 你知道其实除了挖矿之外 它其实还有别的功能 今天你可以挖矿 明天就可以远程去操控医疗设备 比如说医生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他可以远程的去控制机器 然后在马来西亚动手术 这样子创始这个sample 接下来呢5G还可以完成很多很多的事情 帮助到这个社会 VrSkiing就是VR滑雪 那这个展台有什么用呢 就是利用5G的技术 让你感受到基本上同步的这个滑雪VR体验 因为你知道平时我们玩VR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头晕 因为网速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够同步 你就很容易晕 跟你会有点想吐的感觉 等一下示范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ok 我要去玩了 Bye 83Mbps 81Mbps 其实原来它的画面就是从3G到4G再到5G的画面 就是从一开始3G是非常慢跟很卡 然后到4G的时候就稍微快一点点 然后再到5G就是非常非常快跟很酸的画面没有什么掉针的情况下 原来从3G时代到5G的时代 接下来第三章就是这个5G加8K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5G的网速加上8K的电视的结合 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人在做刺绣 然后电视上面正在直播现在他在做刺绣的画面 这个东西呢是因为用了5G之后呢你才可以很完整的去表达出画面是非常流畅的 也没有卡的就是可以实时基本同步的情况在发生 然后你可以看到看来当前的速率是161 168Mbps 4G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快 只有5G才能够做到如此精细的这个实时直播 看到吗他的手在做摩托电视就在播什么 好啦华为展台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基本上呢在今年的MWC上海里面华为展示的东西都跟5G有关系 最重要就focus在5G上面 因为5G接下来就会改变大家的社会改变大家的生活 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直播或者是AR或者是VR 甚至是无人操控等等 今天我们在华为展台的报道就到这里了 我要去下一站了 拜拜 好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 拜拜